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的主題呢 主要是因為前陣子在YouTube上面有個網友非常的可愛 他詢問說 欸學長 為什麼你的濾紙都能夠那麼服貼濾杯啊 可不可以做一期特輯來教導一下 那主要原因很簡單 可能大家都少做了一點點小動作 好 所以今天就來告訴大家 如何摺濾紙讓你的每一個濾杯都能夠服貼 好 那我們來看 這是一般的追循濾紙 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會很習慣的 摺 跟著這個摺線往下摺 然後把這個濾紙撐開以後呢 放到濾杯裡面 然後呢 就倒粉 就開始沖存嘛 這個動作原則上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實際上呢 如果你先做好一個動作的話呢 你的濾紙的伏跌程度就會更好了 怎麼做呢 OK 就是把濾紙一樣摺這條線以後 然後放到濾杯裡面 然後先不要倒粉 要怎麼做呢 先用你的右手 把你的濾紙往下壓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濾紙 它下面 因為濾杯 它下半部有個洞 所以呢 你放下去的時候 它濾紙會撐開 你會覺得說它好像已經服貼了 但實際上呢 它在沖煮過程中 它會自動的往下沉 導致你的濾紙不服貼 角度會有一點差異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放進去的時候呢 右手把你的濾紙往下壓一點點 你會發覺說 看這邊 是不是就有一點翹起來 如果你沒有壓好的話呢 因為沖煮過程中就是同樣會翹起來 那怎麼辦 這時候呢 壓下去以後 用你的左手把濾紙壓下去以後 OK 壓好 然後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你在倒粉的時候呢 你待會沖煮過程中的濾紙就會很服貼了 OK 這樣才是真正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摺痕 實際上的摺痕呢 原本是在這外側 其實實際上你摺完以後呢 會再往裡面一點點 這才是真正的濾紙會服貼的一種方式 那每一個濾杯呢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點角度上的差別 比如說這個是 M1的新芒濾杯 OK 它要摺這麼一點點 那我們換別的濾杯看看 這個是客氣的切子濾杯 我們試試看 如果用一般的話放下去 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角度 所以如果你只是這樣摺的話 就不會很服貼 好 往下壓 角度翹得更多的時候 好 我們一樣 把往下壓以後 壓一下 這樣子呢 你待會在沖煮過程之中呢 你就會很服貼了 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壓的程度更大 這個是Kono結構的客氣濾杯 好 我們一樣試一下 好 跟剛剛的新芒濾杯的角度差不多 好 也是一樣壓下去以後呢 有這麼厚的部分必須要摺 才會服貼 好 那我們來試V60濾杯 我們換一張紙吧 好 一樣 V60先摺了以後 厚 壓下去 可以看得出來 確實也是會有一大段 它是會多出來的 所以就稍微壓下去以後 再把它壓死 這樣子呢 浮現程度就會增加了 OK 好 鑽石濾杯 這次濾杯的份量 就是稍微 它是一到四人份的 所以濾紙呢 好 我們先把它摺好 好 我們看 放下去的時候 更要壓得比較深 壓到最深的部分 發覺說也是多出一大截 所以這時候呢 把它壓好 你的濾紙呢 就是完全服貼的 這樣最型濾杯的示範都看得出來 其實每一個最型濾杯 它的角度都不太一樣 如果你都跟著這條線壓的話 基本上你是不會服貼的 這是一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的摺痕 跟這個摺痕差非常的多 那包括梯形濾杯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我們用做一個梯形濾杯的示範 這個是潑主鍵燒 那我們一般也是 OK 我們先摺這一邊 那另外一頭呢 我們摺對側 這樣子濾杯就不會 這兩條線就不會被撐開了 那把它濾紙撐開 然後放下去的同時 一樣壓到最深 然後會看到這邊還是有點凸出來 一樣用你的左手 稍微把它壓實 好 壓到 壓實 然後呢 這樣子 你的濾紙就是完全服貼的 可以看到很漂亮 你大概沖煮過程中也不會亂翹了 只要這樣子 你就可以讓你每一個濾杯 跟每一張濾紙 都能夠服貼了 你也不用給水 你只要壓好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今天硬派90秒的所有內容 希望大家能夠多注意一點小細節 讓你的沖煮過程更舒服囉 好 那如果你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呢 可以訂閱學長的頻道 或者是 或是你有其他的問題想留言的話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學長呢 就像今天這一集一樣 會挑覺得有趣的議題 來跟大家分享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